既然大家都是来乡亲的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 我叫王富贵 今天四十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陈甲千万 要给我买房买车 也必须协议论 我倒不是在乎钱 而是要一个态度和安全男 还有三年内 必须给我吃两个大牌人的 大叔 不要脸的大龄许愿女我见过 你这大龄许愿男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的年龄怎么了 正所谓男人四十一十花 我劝你不要不失好歹 不然错过我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大叔 我也想答应你 只可惜 我不是来乡亲的 这里不是六十二桌吗 是吗 是九十九号桌 抱歉 不好意思 嘿 嘿嘿嘿 呦美女 想结婚啊 不如让我们歌曲歌 四十四十年 滚开 嘿嘿 装什么装啊 连这种老逼灯你都看得上 什么啦 还看不上自己的了 啊 哎 水妞 哦 哦 啊 老逼灯 你这敢打我 愣着干嘛 你给我干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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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大叔 谢谢你帮我讲了 你没事吧 我可是保安之虎 区区几个愤愤 不在话下 好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大叔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 我看你挺生虚幽默 我也不错 这个给你 邀请还是没有低纸 要是你相亲失败了 可以到地上院会来找我试试 怎么是我的副委财团 这不是我举办的宴会吗 看什么看 龙哥 就是个老逼灯 有人敢在咱们的里面上工作 老逼灯 是你欺负我兄弟的是吧 你我跪下 不然老子今天就给你 买东西红邓书 这就是电视集团的王宗 滚 爸 我让你来生心 你怎么可能打起来了 你老爸我刚才 正在英雄正牌 那个美女 什么 宋若熙也会成家百亿豪宴 回去成家 儿子 你喜欢宋若熙 天成第一美女 还是宋若熙还在本财 喜欢她的人多的学类 再说了 现在跟我讲怎么了 谁能给宋若熙拿下副美剧的 宋若熙就干 我是美剧的 哎 好了爸 我也要去他家百亿豪宴了 看看能不能帮宋若熙吧 天上 天上 哎 老爸能帮你啊 哎 宋若熙 不就是我刚才 救的那个美女啊 既然你喜欢宋若熙 那老爸 帮你 哎 年轻人过来帮忙 这 比你老爸我最才 最高的 宋若熙 宋若熙 宋若熙放出了交集 谁帮宋若熙拿下部份财产的百亿脱字 宋若熙就 看来你没你 宋若被放死了 哎 今天 我无论如何也要向你推荐 让他明白我这些年对他的真心 我相信他会被我 老爸 啊 就你这 搬了大足上背 都成了大足上背的人 哎 那行 我还把他吃鸟肉 是最好啊 是 哎 看看 又哪个宋若熙的追求者 今天会场 注定 啊 黄天上 你在这里干什么 告诉你啊 宋若熙 死的人 诶 我怕可是富贵才能 上 他已经答应替我运出 帮送你们 拿下来看 就等了吧 今天啊 我爸肯定不从我抱着给人推 哎 黄天上 你爸呢 啊 他爸在这里 啊 他爸在这呢 黄天上 保安 是你爸 今天这种场合 你干什么 把老爸过来 先拿 爸 他那可是宋若熙 给付货三两去办的 面 宋若熙要求 黄天上 看着你爸 不管 宋若熙可是出了名的告诉你 平时 你看我们这些 作家少爷爷 又怎么可能要 等你爸来 敲敲打 你讨厌 我估计啊 是宋女神请她来 搅瓶子的 哈哈哈哈 好 还闹 以兽话调 www 真的 什麼 你就別在這夠吃亂了 快走吧 真的服氣啊 你看我還有他給我的 這 這不可能 我那麼愛送 送我沒有給我清帝 他會給你個保安清帝 這絕對是假的 沒錯 這清帖絕對是偽造的 來人啊 這個偽造清帖的傢伙給我丟出去 我都要看看 是誰敢叼那我宋若曦要起來的人 我都要看看 是誰敢叼那我宋若曦要起來的人 哎 宋若曦 他説我們又見面了 正好我請你喝一杯 好我們開過去 好我們開過去 好 好 好 我請你喝一杯 好我們開過去 好 好 這保安 居然真的認識宋總 宋總還請能喝酒 先生 這我得說你兩句了啊 你說 王叔 跟宋總那麼熟 我 什麼一個先生 讓你爸 不 讓咱叔 哎哎不得 不得 讓咱乾爹 替我喝宋 不得不得 爸 你什麼時候認識宋總的 我怎麼不知道啊 剛認識的 你不是喜歡他嗎 怎麼 爸 這就過去幫你簽簽簽 絕對你讓他 怎麼知道 宋小姐 你覺得我兒子怎麼樣 這大叔還真是不死心啊 還定期著給他兒子找後媽 王總年輕有為 白手起家 三年不代 就讓天聖資產市值五千萬 是個不可多得的青年財富 但是宋氏家族已經全場宣布了 我只能嫁給 幫宋氏集團 拿下富貴財團百億投資的你 大叔 你 不就是富貴財團嗎 這都是我一句話的事 事成之後 你可別少賴啊 富貴財團 可是全球第一財團 眼光極高 要想拿到他的百億投資 眼光還 那你別管了 我幫你們宋氏集團 拿下百億投資 你 下毒 押了 咱說好的 可不就賴賬 好 我答應 嗯 王叔啊 你跟宋總都聊誰呢 聊得這麼開心 就是啊王叔 我都看到宋總笑著 宋總可是冰山美 難得一笑 你到底跟宋總聊了什麼呀 當然是聊他在我們王家的事情 什麼意思啊 我已經跟宋總都談了 他願意給我們機會 家人 什麼 王叔啊 你別開玩笑了 宋家說得很清楚 想要去宋若溪 拿下這富貴財團的 你能辦到嗎 不過就是富貴財團嘛 多簡單的事兒 爸 你別開玩笑了 富貴財團連我們都不認識 你一個王家都不認識 哎 我打一個電話 真就能讓富貴財團把百億投資 嗯 你這一個王 也敢再個大方決死 我告訴你 今天這百億投資 只能是我們馬氏集團的 你們幾個臭魚爛蝦 你洗洗回家睡覺啊 上 你未免也太自信了一點 我們馬氏集團 可是天成的龍頭企業 而且我們 已經跟富貴財團的總經理 張青龍 達成了決定 這百億投資 我們馬氏集團拿定了 什麼 張青龍 啊 張 隊長 當然 我想說你也在聽聽 咱們好多年沒聽聽 請你給我一個機會 快 看在你這麼誠誠的份兒上 我就見你 我就在百億豪宴上 你直接過來吧 對了 你把今天富貴財團的投資人選 給我改成貢獻集 一切都通過 給我選 一切都通過 五分鐘 我只給你五分鐘 王總 你爸挺牛虎的 還能和張青龍張總打電話 還稱呼張總是小張 張青龍可是富貴財團的亞洲總裁 一人之下半人之上 他以為貴貴是誰呢 他讓張總五分鐘內看 會長 爸 你別鬧了行不行 難道你還嫌不夠丟人嗎 哎 爸 你們就快走吧 行 別過去了 行嗎 算我 這裡可是百億豪宴 而且這看門狗還果污辱倉子 可出了事就想 哪有那麼便宜 大叔不过是風趣幽默了一些 根本沒犯什麼原則性錯誤 你馬小春堂堂馬氏集團的總裁 有必要和一個老人家叫 好 你人不錯 總裁一個 有資格加入我 喲 這可是咱們天城第一美女 宋若曦 宋子 是嗎 宋子要降低身 給看門狗圖馬 只可惜宋家已經自身難保了 等我拿下北斗 是第一個 讓你們宋家全部是大街 所以與其擔心看門狗 還不如擔心一下你自己 不過只要你嫁 我可以考慮放過宋子 甚至還可以扶起你一把 我宋家確實有自己壓力 但不代表要跪下來求人 像你這種仗勢欺人的貨索 你宋若曦也看不起 你就是跟大叔在一起 也覺得應該是嫁給你馬小丁 嗯 你個臭蛙 你個上了年 他能 哎 成本 不如今你咬他也不叫 你 誰叫的 你怎麼說話的 反正 什麼不投不搶 看刷手吃飯 怎麼就递人一等 反倒是你 穿的有模有樣 結果呢 偷眼看人的 還出言不逊 真是沒叫的 沒素 你該清醒不是我兒子 你要是我兒子 我早就把你塞進馬桶 撐著你 天上 快勸勸你爸 馬家可是背靠富貴財團裝作 才死你爸 就像踩死一隻蚂蚁一樣聽到 就啥天上 等他拿到富貴財團的投資 別說你做保安的老爸了 就連你 你會 爸 少說兩句行嗎 難道真的要害死我 你擔心嗎 由你老爸在一起 他馬家不就是有張青龍做考察嗎 有什麼了不起的 要靠真就是了不起 真就是他為所欲為 不死 等老江總給我帶來百億投資 我馬上一杯出天了 笑死 你一個就碰見你兒子 做宋若曦的公司 今天這百億投資啊 你還真就拿不到 他只能是宋若曦的 不 說的 你是算什麼東西 你今天要是能幫宋若曦 拿下百億投資 老子醉著 從這裡爬出去 但你要是不能讓宋若曦拿下百億投資 就打斷你一雙手 丟出去 你敢不敢 馬小春 這是我們之間的事情 你心裡的大叔算什麼位子 這毒啊 斯馬斯無法收場斷 這毒啊 我接了 今天我就讓你年輕人 見識見識 什麼叫做人心高抵抗 人 不怕你就等 至少給打斷你拖出去 因為你很乎 做人心到張總宣布 我馬上 投資獲得者 今天 百億投資獲得者是 宋氏集團宋若曦 今天 百億投資的獲得者是 宋氏集團宋若曦 啊 什麼 趙總真的來了 還把百億投資 給了鳳女神 啊 難道真是天上他爹的功能 可天上他爹不就是個保安嗎 怎麼樣 現在我說 這百億投資 宋氏集團是拿定的 你服了不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這老東西 有這麼大能耐 我 我是馬氏集團的馬小春 您確定要把這個百億投資 要給宋 宋家嗎 您是不是搞錯了呀 聽不懂人話嗎 這百億投資 我們富貴財團 只會和宋氏集團前提 和你們馬氏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我話不信已經給您商量好 說這百億投資 給我們馬氏集團嗎 這個 這怎麼辦 因為你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 您是說 您是說 宋氏集團的百億投資 是因為這山門狗 我賬公信 誰給你膽子羞辱王先生呢 王先生 按照您的公信 承起你一定的百億投資 你隨時可以先自身心 誰是 百億投資合同弄好了 是 那你等我一會兒啊 等我弄完手頭的事情 再給你許救 哦 宋總 百億合同拿下了 你驗一驗 如果沒有問題 可別忘了我們的賭約啊 謝謝大叔 宋家一口托了一個釘 一定會作首承諾的 嘿 太好了 我們王家總算是有女主人了 以後能吃上熱候飯了 這大叔有點異性 不僅風趣幽默 還認識張青年 真是一個寶藏大叔 天生 沒想到 你爸真這麼厲害啊 不僅跟蘇總說 就跟張總也有交響 哇 真是虎虎虎圈子啊 天生 你爸到底是什麼來例啊 不會是某一位神秘的大老啊 天生 咱們可跟著兄弟 你就別藏著業者了 就是跟你說說 啊 我爸真的是城中心保安 承大門的 工作都是我給他找的 爸 天老师告訴我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怎麼說的 這是百億合同 這個啊 說來話長了 黃總 你當真不知道你爸的來歷啊 你爸他可是 你爸他可是 過去的事情了 不鐵罢 這 我不服 這 你為什麼要給這個 丑王這麼大的事啊 老子高興 這是百億投資啊 給大家一個幸福的理由吧 老子高興 聽不懂人話 我是富貴財團 亞洲區總裁 除了萬億級別投資 需要會長過目之外 萬億級別我一個人說了算 今天這百億投資 我想投給零就投給誰 你馬家 不過別的 不可以過別的 再落後成就過了 今天我身材 我走 哎 別走啊 咱不是打過賭嗎 輸的要跪著爬 馬小春 還不見行承諾 要讓全城人知道你 也要讓不見啊 啊 對不起 滾 滾吧 記住了啊 以後別再騷擾宋子 不然我對你不客氣 那個 小楊 咱們出去了 嗯 小楊 替我照顧一下宋子 來 走 你去找找 這國富貴到底是什麼來臨 他和張金螺是什麼關係 媽 媽 我聽說會場有人幫我們宋氏集團拿下百億投資 是真的嗎 沒錯 他僅憑一句話 原本是馬家的百億投資 又變成我們聖子 有了這筆投資 宋氏集團總算能路過難關了 咱們也不用破產留到尖頭了 哎 對了 你以宋家的名義 今天晚上抽空請他吃個飯 咱們見個面 好 我知道了 來了來了 我的女生來了 朝我們這邊來了 你激動個什麼勁啊 人家的冥魂有主了 這 黃總 晚上有時間嗎 啊 有有 明晚七點 宋氏酒店天字號包廂 一起吃個飯 記得帶著你爸 哦 帶什麼爸 記得一定要帶上你爸 不是 咱們兩個約會會啥非得帶上我爸呀 這你就不懂了吧 這肯定是結婚之前啊 雙方見家長 啊 見家長 前生啊前生 你果然不是個好東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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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您歸以後 美杜莎一直在找您 恐怕很快就知道 您在天城的消息 哎 這個小丫頭真的是死蟬爛的 當初我跑回來就是因為他整天喊著要嫁給你 哎 他可不是之前那個小丫頭了 他現在是華爾街一號財團的會長 他多多叫就能讓世界金融真 人家那麼喜歡你又一直追求你 人長得還漂亮 會長你恰好也沒冷味 不然你就答應他 想想聯合 我幾乎更好啊 行了 我要是真對他有感覺的話 當初我就跟他結婚了 他在我心裡一直是個吃爆木糖的小丫頭 您不答應他 只怕他會因愛生恨 把天成角的天翻地覆 沒事 我會拿那分寸的 我的秘密替我好好保守 好 可別破壞了我的清閒日子 嗯 哎 你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 你不和宋小姐多聊聊 速記速記感情啊 啊 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為什麼張總跟你如此往下 哎 我還能說什麼身份啊 我就是個破保安 張 張青龍 他就給我面子 只不過是他以前遇到意外 我救了他 他答應幫我一個忙而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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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 我手機超完總會有這麼疼的 哇 嚇老子一跳 好 既然你把這次接了用 我怎麼收拾 啊 啊 姐 天驕 你回來了 你怎麼回國了 嗯 願意回來幫我打理公司了 嗯 公司還是交給姐姐管理比較好 我這次回來啊 主要是來找一個人 我聽說他在天城隱區 所以我想回來找找 哟 倒是哪個男人 讓你這個大小姐這麼失明啊 他呀 可是一代傳奇呢 曾經憑藉著一人之力 就血洗了華爾街百大財團 創造了億萬財富 受全球尊奉的金融教父 你說的是富貴財團的神秘會長 對呀 哎呀 行了 先不說我了 我聽說 你要結婚了 而且 是一個跟咱爸年齡差不大的 真的假的 這個 他幫我拿下了百億投資 我就必須遵守承諾嫁給他 不然 宋家的生育就完蛋了 那你不用擔心 這個大叔人還不錯 風趣幽默 也不行不行 再怎麼說 我姐也是天成第一美人 怎麼能隨便嫁給一個上了年紀的窮保安呢 行了天嬌 這是天意 而寫保安怎麼了 大叔老是靠譜 比馬小春他們好多了 那再怎麼說 也得聽你把把關呀 要是不行的話 咱們就不同意這門輕事 小張 我兒子今天見家長 你去給我準備幾份聘禮 送到宋氏酒店天字房 會讓放心 我正就要人準備禮物去 記得啊 一定要重禮啊 一定要十個億 別讓我兒子丟臉 大師 啊 張口閉口的就是十個億 我以為是哪個大老闆呢 原來是 槽扛 소 老同學 哎呦真巧 咱們大学畢業到現在十幾年沒見了 有點了 你穿着一线保安服 不会是想来我们送去酒店 应付保安的吧 可惜了 我们酒店的保安 掉够了 而且呢 我们只要35周岁以下的 你啊 超零了 不过 我呢 刚好是这家酒店的经理 看在咱老同学的份上 我倒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草秤 胡说 怎么样 您误会了 我呢今天 还真不是来应聘的 我来吃饭 给你知道那个天子好包厢在哪吗 天子好包厢 王富贵 你知道去天子好包厢吃饭的 又是什么人吗 就你 赵姬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王富贵 就你这种臭保安 一年不吃不喝攒下来的钱 都不够到天子好包厢吃饭的 你啊 赶紧滚吧 是 今天是有人请我过来吃饭 就在天子好包厢 王富贵 你不会脑子出现问题了吗 还 有人请你去天子好包厢吃饭 你知道能去天子好包厢吃饭的 都是些什么人吗 能去去的 哪个不是咱们江城 有头有脸的存在 就你 你也配 就你这种臭保安 连至我们酒店少数的资格都没有 还是说有人请你去天子好包厢吃饭 我 老江 咱们怎么也算是同学一场 当年我还资助过你学飞呢 说话也太难听了 再说了 保安怎么了 谁说保安就不能去天子好包厢吃饭 王富贵 老子一个年薪百万的经理都没资格去天子好包厢吃饭 你可抽保安 你算个新的东西 我告诉你啊 赶紧滚的 这 东西你能带的地方 这酒店啊 开门不就是做生意的吗 你身为酒店经理把客人往外看 你是想要丢饭碗吗 我可以 也算客人 你就是一条要饭的狗 现在开紧滚啊 再不滚的话 我让人打了你的狗腿 跳滚的人是你 宋总 哎呀 宋总 这是个不长眼的狗 我这就把它撵出去啊 谁逼你的胆子 敢羞辱我宋若西的贵宾 啊 不是 不是 宋总 王富贵是您的贵宾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呢 早听你说了 不要狗眼看人低 你偏不信 明天您可以不用来了 去财务室 携套公司吧 宋总 宋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能没有这么工作呀 我得靠这么工作养家呢 我知道错了 不贵 不不不 王哥 王哥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能没有这么工作呀 你就聊了我这一次吧 这忙我还真抱不上 我就是一看门的 大叔 别跟这种人浪费时间 我们走吧 就等你来点菜了 我们没看错吧 这这一个丑保安 竟然把宋若西给泡到手了 大叔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 直接开门见山得了 天生的丑小子 怎么还没来 我先替他顶了 行 我们开门见山 你一个保安 有车吗 我儿子有 那你有房吗 我给你 那你有存款吗 我儿子有 上哪找到这么一个低脾费物 这会见得相信儿子靠老子背景的 这老子靠儿子背景的 我还真是小的拿屁股 开了眼了头也会见 不行 这门轻视 不同意 车子房子存款 我也行 大叔有没有 无所谓 你真是个恋爱脑啊你 那行吧 房子车子存款没有就算了 屁礼呢 你有屁礼吗 我儿子有啊 儿子有个屁 你儿子那破公司只几个臭钱 能拿出十秒的聘礼 能配下宋若曦的 这人是我马小川 大叔给我们宋家拿下了百亿投资 这百亿投资的价值 比起什么车子 房子 聘礼 贵重多了 那百亿投资的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 那不过是之前 王富贵意外地帮了张青龙一把 王富贵 开口要了百亿投资 那就说明张青龙的人情已经还完了 所以 他王富贵 现在什么都不是 宋总 你只有嫁给我马小春 你们宋家才会一飞冲天 如果你嫁入王家的话 那就是自寻死路 因为别人会质疑你的目光 我不跟你说过了 让你不要再来骚扰宋小姐了 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很寒门狗 有本事你就告诉宋若曦 说张青龙什么都不欠你的 你敢啊 这有什么不敢的 张青龙本来就不欠我人情 他欠你 宋若曦 看到了 王富贵说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你宋若曦只能嫁给我 宋若曦只会是我王家的人 宋总 是吧 姐 你可别当糊涂啊 他王富贵 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了 你嫁过去 只会把自己给搭进去 那就算他儿子有钱 又能怎么样呢 他不是还是连个相样的聘礼 都拿不出来吗 真是对心 聘礼到 郑顶级皇冠钻石一枚 价值两千万 郑天成名人院 三号别术一套 价值两千万 郑现金两千万 天离价值六千万 六千万 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 大叔 这篇铃 你送的 啊 是 今晚见家长啊 这个界面礼 我不能赏的 小张到底怎么办事啊 我不是跟他说了 怎么原来这么一点 你可臭宝 你敢冒进我的篇铃 啊 马上 那这篇铃 你送的 没错 我这篇铃足足价值六千万 他儿子王天胜的公司才市值五千万 他能拿出六千万的篇铃吗 大叔 你这也太恶心 太标烈了吧 你自己拿不出来这样的篇铃就算了 怎么能贸任别人的篇铃呢 社会底层就是底层 改不了爱政小便宜的表现 我的篇铃啊 马上到 再露室 我的篇铃呢 就比 马小孙的篇铃 重这么十倍 王富贯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大众脸充胖子呀 你就这么爱慕虚荣 天桥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们宋家也不是忘恩负义 背信息义的 既然大叔为我们宋氏集团拿下了百亿投资 那就不管他家境如何 有没有聘礼 我都愿意嫁入王家 可是姐 那百亿投资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宋总 你放心 既然我要让你嫁入我们王家 那绝对会让你风风光光 聘礼 绝不会少 你就算有聘礼又怎么样 你拿出的聘礼 能和我的聘礼相提平了吗 你儿子的公司市值才值五千万 你能拿出 比六千万还高的聘礼 你要是能拿出来 我跪下来 给你喊爸爸 不 我才不能聘礼的儿子 你少不说得聘礼 你就拿起来更高的聘礼啊 哟 我们家的聘礼到了 聘礼到 更二十公斤和田沙枣青 价值五亿 等天成一号庄园一套 价值五亿 更金砖九十九块 价值五亿 什么 十五个亿 这出手也太大方了吧 姐 要知道 马仕集团 才是值十五个亿呢 大叔 这些聘礼 真是你送的 我说了吗 我会让你 封封光光过门 说到做到 那 不可能 他就是个看门狗 孩子公司也就值五千万 怎么可能拿出 十五亿的聘礼 一定是搞错了 我说你耳头聋了 也就算了 你眼睛也瞎了吗 你没看到 这个帖子上写得 清清楚楚的 王富贵赠送四个字吗 啊 就是啊 马小川 大叔为我们宋氏集团 拿下百亿投资 现在又拿出 十五亿聘礼 又怎么样呢 百亿投资你输了 现在比聘礼 你一样都不行 哪是你呀 早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哪还有脸呆在这儿 徐主的女生 你怎么干呢 啊 你这个臭 宋若曦是你能救我的吗 你 他这马上要嫁进我们王家的人 你再敢对他无礼 收拾他 大叔好霸气 好有安全感 哟大叔 真没看出来 你还挺深藏不露的嘛 马小川 你学学人家 别因为你自己 你几个扣钱就了不起了 还不是分分钟被打脸 姐 我觉得这么亲事啊 可以的 虽然这大叔年龄是大了点 但是有钱还护轻 再说了 他能随便拿出来那么好的聘礼 说不定 这是什么高人呢 怎么 你之前不是还嫌弃大叔年纪大 只是一个保安 怎么现在缺点变优点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这个聘礼 是把他儿子的公司给抵押了 甚至还去带了款 所以能拿出兽医的便利 臭保安 你要是这么一个人物的话 你们王家早就一飞冲天了 你儿子 还会苦哈哈的去经营 那么一个破公司吗 你呀 贷款 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大叔岂不是真的就是 打肿脸充胖子了吗 不行不行 这么爱慕虚荣的家族 我姐肯定看不上你 肯定不会嫁给你的啊 大叔为了我 不惜动力 唯一让张姓龙出手的机会 现在为了下屁局 我还倾家闹着 真是一片珍惜 大叔帮我们送家已经够多了 哪怕是不要财力 甚至是王家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兑现承诺 嫁入王家 你放心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 去卖了我儿子的公司呢 还贷款 15个亿 就是我一天的零花钱 十五亿 是你一天的零花钱 你上辈子是吹啤酒的吗 这能吹 你真以为你是富贵财团的会者 就是啊 王富贵 你这人 按不凶就算了 没想到还吹牛 你这样的道德品格 根本就配不上我姐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每天一睁开眼 就是十五亿的利息到手 我花都花不完呢 少白日做梦了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 你拿出来证明啊 你要是能证明出来 我会给你喊爸爸 你要是证明不出来 你赶紧给我滚 该滚蛋的 是你 妈妈 你来的证明 这个臭网案 他连聘礼都要去贷款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迎娶若曦啊 这放眼望去整个天城 能娶若曦的 只有我马小春啊 你放心 我娶了他之后 我绝对待他吃香的喝辣的 妈 不是这样的 阿姨 您可想清楚了 如果若曦嫁入了王家 这王家以后 就是你们宋家的离嘴啊 那又如何 我宋家 一诺千金 谁帮我们拉到百亿投资 我女儿若曦 就嫁给谁 王家帮了我 不管她病理多少 聘礼从何而来 若曦都是王家的 可是妈 你如果这样的话 不就是把姐姐往火坑里推吗 闭嘴 咱们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客座 你好 王先生 我是若曦的母亲 牠 뭘 いて steal fi 看 Traotic 还没有 牠 牠 带鈴 我 你讹 小白兔 上大学的时候给你喊加油加油加油的那个小白兔 想起来了 拉拉队里的小白兔 现在都成大白兔了 我都认不出你了 讨厌 妈 你这上来就对着富贵喽喽抱抱的 这也太不成体统了吧 大人的事小孩少插嘴 叫什么呢富贵是你教的吗 还不赶快叫王叔 什么 你让我叫他王叔 我 你王叔可是我大学师兄 他可厉害了 他可是我们大学金融竞赛三届冠军 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那个时候啊 我就跟在你王叔身后 关系可好 还愣着干什么呀 一张礼貌的名 还不赶紧叫王叔 这以后生意上的事啊 还得让你王叔 都指点着你 他要是真有那么厉害 还当什么臭保安养 我才不让他指点呢 你在 妈 你没告诉我吧 你真让我叫他王叔啊 姐 反正你一直喊他大叔 现在喊他王叔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 喊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都是 一家人 我不同意这份婚事 你们竟然敢无视我 你们知道无视我的代价是什么吗 代价 什么代价 之前我宋家确实有资金压力 可能要记得你 但现在我们有了百亿投资 你马家就没有资格威胁我们 赶紧给我滚出去 今晚宋氏家园 不欢迎你 百亿投资算个屁啊 我告诉你 我们马家 已经找到了更大的靠山 那就是美杜莎财团 美杜莎财团 华尔街百大财团之首 你们马家 竟然跟美杜莎财团勾搭在一起了 没错 美杜莎已经答应 要照着我们 就算你们有百亿投资又死我 在美杜莎财团面前 就犹如蝼蚁 今天 要么 你们就答应让若曦嫁给 要么你们就等着 被美杜莎财团疯狂打压吧 幼稚 还美杜莎 只要有我们在 你看看 谁敢动宋氏集团 一个人 还美杜莎呢 你让他来试试 大叔冲冠一幕 真霸气 小子这抓了你个臭宝啊 你还真有理啊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富贵财团的会长了 困证 我不准你羞辱我师兄 赶紧给我管 要不然我们宋氏集团对你不客气 你敢打我 今天宋若曦老子要定了 来人 马小春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生意组成熟饭了 高小你嫁也得嫁 我嫁也得嫁 你居然敢打我 你干什么 上个 你帮我过来 不要过来 我跟你说了 宋若曦是我王家的媳妇 还当着我的面子动 你说干什么 我可是马车集团的总裁 我爸可是美东夏的代理人 你动了吗 你们负责来就完了 那就看看谁完了 我跟你拼了 啊 啊 啊 给宋若曦他们道歉 不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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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 老王 你就放心吧 刚才马小春碰都没碰到他 他那有什么事啊 倒是你啊 刚才打好几个 你又没有事啊 让我检查检查 哎哎哎哎 我没事 哎 大厅广重 你们拉拉折折折折折折 这孩子 一点演一下你们 老王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老伴了 你觉得 我怎么样 啊 啊 我不同意 妈 我不同意你跟大叔在一起 不问你了妈 你反对什么呀 什么时候你管到你妈头上了 这孩子 这可能 这不太好事 老王 你难道是在嫌弃我吗 你以前就看不上我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是看不上我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人家能看得上你才怪 大叔只是我的追求者 心里只有我 哎呦这个好啊 只要妈和王富贵在一起了 姐姐就不用嫁给这个老男人了 王富贵 我妈能看得上你 那是你的荣幸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因为 我 我喜欢 我喜欢 道歉 我来晚了 幸福你 嗯 我爸没见过什么世面 要是有什么抱怨到你的地方 还请你见谅 不要后发一般计较 臭小子 自己来晚了 还怪欺我了 爸 中生和你别说话 求你了 别多说话 天生 你误会了 你爸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反而 他很好 宋夫人 以前叫人家小白兔 现在叫人家宋夫人 你果真看不起我 喂 咱能别闹我吗 我儿子要娶你女儿 咱们来又在一起 那不成笑话了吗 老王 啊 宋夫人 就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行李 我不要你做妹妹吧 老王 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不给我名分 咱们之间的事情 也可以不让任何人知道 但是 你不能拒绝我 你要是敢拒绝我的话 我就不让我女儿 嫁给你儿子 我说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不讲道理啊 我 我 接个电话 什么 我们公司遭到商业阻击 股价暴跌 行不行 我马上回来 宋夫人 孙小姐 我公司有点情况 必须回去一趟 抱歉 男孩子事业为重 孩子赶紧去吧 我先回公司了 你也早点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为什么股票会暴跌啊 你们怎么来了 别提了 我们公司也遭到了商业阻击 连股票都快跌停了 别看我了 别看我了 现在也在留意的事情 我和陆思 公司被解决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我听说好像是什么 美都莎财团 美都莎小姐 你为什么不直接对宋家出手 他们现在有百亿投资 付得流油啊 不仅 新做空这些小公司小事牛当 慢慢试探一下那位传奇的底线 如果他做事不管 那这些小公司就只能到处找大企业引入自己 这样 就能把天成的所有企业全部拉下水 等到他们所有人都下场的时候 就是绿莎时刻 那如果那位传奇人出手了 那我就吃了他 会长 美丽莎已经开始动手了 两公群已经到了天成小见你 行 十分钟后 回家楼下的烧烤店 老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让 天家 你送 我 我去 我送他 谁都不用送 这个点正主车 我骑一辆超兄弟名车过去就行 老王 你要记得 给我打电话 妈 别看了 人都走了 若希 你说 我要是让你王叔给你们当继父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好 急匆匆匆的跑那么快干什么 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等我把你抓个正着 揭开你的真实面目 看你还有没脸追我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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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眉小眼会不会骑车啊你啊 你会不会骑车啊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你个臭保安信不信被小姐砸了你的下来啊 这个王父过人家都这么欺负他了 他怎么还忍气吞声呢 以后别乱扔垃圾了啊 看见了吧 急个臭保安没什么尊严的 只是个窩毛费 下来留个证据 明天我就把这些狗妈给我追他 哎 给我追他 我们送假才不要你这样的废物 这酒店的饭不吃 非要跑来这种地方吃狗边看 这环境看着都恶心 这种屠狗怎么能跟我的男神那位商业传奇相提评论 这个屠狗该不会是要在这吃完饭等他的狐蜂狗有过来 然后一起去西小店按摩房 不行不行 我给你拍下来留个证据 哼 臭保安速度倒是挺快的嘛 还记上消烤了 看什么看 这张桌子是我的回一边去 算了 你还能和这种村内进去西小 啊 臭保安下了你的狗眼呀 居然敢弄责我的鞋子 你鞋 对不起有屁用呀 你知道本小姐的鞋子有多贵吗 等我滚过来趴下 你老子把鞋挺干净 哎 说说你这鞋多少钱 我赔给你 哎 你赔得起吗 你这看门狗一年不吃不喝你都赔不起吧 实相的干净给我铲干净 思思一怒你就完蛋了 思思难有可是马家大上 年轻人 年轻人太甚了 欺负你又怎么样 你就是一个看门狗 本小姐这几个人欺负你是你的荣幸 别给脸不要脸 给我钱 真是个窝囊费 作为欺负装这样了还能忍气吞伤 好 很好 老家伙不说话是吧 想死是吧 本小姐成全你 别我废的那条开门狗 住手 什么 什么 富贵财团总裁张青龙 暗夜女环门宫许 这两个只手遮天的人物怎么在这儿啊 他们怎么从我们这边过来啊 怎么回事啊 我们没惹他们吧 先给我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把你的钱弄砸了 带他们下次换鞋 会长 美杜莎 对天城小企业动手了 其中就有天圣集团 您看 需要我这边做的什么吗 这个美杜莎呀 把我逼出来干嘛 我跟她是没有可能的 商战才刚刚开始 张青龙这边咱是能够应付 你先不要下场 暗夜女环门宫许 给我筹备万一基金就行 队长 美杜莎主要了你十几年 不给她一点教训 她是不会罢手的 而且 她成长得越来越可怕 她成长得越可怕 对我们越有力 不用走到反击 等天塌下来呢 你们再来找我 是 是 ��面 你怎么在这里啊 为什么南宫许 这地方 你怎么在这里啊 王富贵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南宫许 他们会对你那么毕恭毕敬的 哎呀 他们刚才认识人了 以为我叫王富贵 就是富贵财团的会长 我就说嘛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那位商界奇才 我的男神 如此看来 你不过就是一个保安 喂姐 怎么了 我们公司遭到了商业阻击 损失惨重 你想想办法 我 想要解决危机 必须先找个源头 看看 是谁在阻击送时间赚的情 大叔也在啊 正好天巧 妈不是说过大叔也懂金融吗 你把大叔也带上 嗯 姐 情况怎么样 一个小时前 送市股票突然遭到阻击 一下子跌了三成 我把富贵财团投资的一百亿 砸进去之后 分分钟被吃掉我五十亿 他们说 可能是美杜莎财团在搞鬼 美杜莎财团 天啊 这美杜莎财团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我们送市在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完了完了 这下宋家彻底完了 完不了 继续加仓 你一个保安你懂什么呀 你知道美杜莎财团的存在是什么样的意义吗 还敢加仓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美杜莎 他一代出手 是不会给对手任何情维 很明显这不是美杜莎的风格 缺缺一个宋氏集团 还没有资格让美杜莎财团亲自动手 美杜莎财团给了我们马仕集团二百亿 我拿你们练练手 顺便 就一口恶气 两百亿 姐 这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流 这样下去的话 唯一的办法 只有找天成其他企业寄钱了 天成其余的企业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找谁去借啊 他们会借给你吗 大叔 是我对不起你 你多用了只能多用一次的人脉 帮我们争取了一百亿的投资 结果 我就在一夜之间 失了个肝心 你多虑了 一百个亿而已 我动动手指套就能转回来 况且今晚一战 还不知道路死谁成功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那撞 宋家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我动动手指套 都能轻易吞变宋舍集团 宋主席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跪下来 求我睡了你 我可以考虑暂停对宋舍集团的攻击 不然 我就立即吞变宋舍集团 让你们母女仨 睡大街 小兔才 你还敢羞辱我们王爷子 部长记性是吧 看门狗 你又打我 告诉我 我现在有美杜莎才团成药 我们爷子里跟爷子妈一样 还有你 放送看门狗打我 现在就让宋舍集团惯了你信不信 相信我吗 既然相信我就继续加仓 看我今天给你来个绝地翻盘 你一个臭保安你懂什么呀 这种情况还继续加仓 这不是白单吗 不懂得就闭嘴 你一个月薪三千的看门狗 知道什么是股市吗 看得懂走线图吗 你懂什么叫商战吗 我相信大叔 姐 你疯了吗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事情啊 关键时候 你不能恋爱脑让大叔胡闹啊 不让大叔放手一搏 难道让我 向马小春跪地求饶吗 这种 我就是 你不会去刺 再说了 这百一投资本来就是大叔帮我们争取来 现在我们放手一搏 又算什么 大叔 你只管放心去做吧 战户上的钱 全部由你来决定 不若心里就别再挣扎 没用的 我奉劝你 还是乖乖洗干净的等你 啊 哎 早了 真的早了 这怎么可能 宋氏集团的市值 居然找回去了 还爆赚了两百亿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宋氏都只剩下一盒戏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信不信都没用 你们啊 已经输了 大叔 我们翻盘了 你太棒了 太棒了 跟大叔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大叔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小白兔 你妈不是 介绍过我吗 金融千财 今天的场面 小语 你明明只是一个宝啊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不是我厉害 而是你们马家操板手 跟你一样 太拉脂 嗯 那又如何 我非他用 美杜莎财团 我现在就找美杜莎拿钱 拿钱砸死你们 嗯 抱歉啊 现在马氏集团 已经不姓马了 就算是钱砸进来 也只能是便宜了 宋氏集团 大叔 你什么意思啊 马总不好了 马氏股票全部被低价抛售 咱们被宋氏集团收购 咱们马氏集团完了呀 什么 马氏集团完了 我说是你 手段居然和那位传奇一样 你到底是谁 像么不出手 像么便是力挽狂澜 比起自命 大叔 你真是太厉害了 麻烦你了 你 造孽 儿媳妇抽风了 这人牵我 姐 你刚才不让我抱 现在自己倒是亲上了 你们给得意的太早 这家没完呢 你现在不仅是倾家荡产 还亏了美杜莎两百个亿 还敢嚣张 好好想一想 怎么向你爹和美杜莎交代吧 我说得简 我 我 我为了 我仅有 美杜莎 还有我大伯 马云飞 她是美杜莎的合作者 也是身家千亿的清真首富 请王富贵 还有宋热西 宋天静 老子到时候要你们的贵子 让我脚下求饶 大叔 这次多亏有你 这才让我们宋氏集团反败为胜 还赚了足足两百亿 你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功臣 今天 必须请你好好喝一杯才行 这天色不早了 还早 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走吧 哈哈 佳佳 你不是在富贵财团总部上班吗 帮我看看 这个人你认识吗 是呢 不行 总庆王总裁说过 会长的行踪 绝对不能暴露 不然就开出点 怎么样佳佳 你认识这个人吗 天娇 这个人我有点印象 不是很多 不过 不过什么 你一定要和这个人搞好关系 我能感觉到他肯定不简单 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宋家的好处 看来王富贵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保安 天娇 还愣着干什么 走了 来了 完了 照这个速度 咱们仨的公司只有破产 太好了 这次危机 波及整个天娇企业 听说宋家有高人出手 直接决定 即反败为胜 还掉头 吞并了马士集团 那高人肯定是宋天娇 他就是学金融专业 而且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咱们有希望 天上 这次可靠你了 宋氏集团有钱有高人 宋若曦 又是你王家的媳妇 只要你出门 宋若曦 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 对啊 天上 只要你能帮我 咱们以后 就是亲兄弟 不对 你就是我亲天 宋若曦 就是我亲妈 好好好 但是现在天色太晚了 不如我们明天 明天我们就得把宋若曦 行 干杯 大叔 大叔 遇到你 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 姐 你是怎么遇到大叔的 大叔 聚乡亲 走错了桌 结果 一上来就对着我一阵许愿 还真别说 大叔这许愿 真准 喝酒 庆祝宵夜 庆祝烧烈 干杯 嗯 哎 你们这 就你们这的小酒量 还喝什么喝 我送你们回家 洗洗睡吧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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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宋小姐 你喝醉了 我 我没醉 我 真的 真的喜欢你 哎 你说你这姑娘 我都一把年纪了 你喜欢谁不好 喜欢我干嘛 再说了 你喜欢我 我儿子怎么办 嘿嘿 其实 我也有喜欢的人 我的一种人 是那位 曾经学习华尔街的 金融教父 你们 你们姐妹俩有毒 不对 你们摸你撒地 喝口转水 看什么看 虽然宋若熙明华有主了 但我可以追求她的妹妹 宋天娇 刘虹 我警告你啊 天圣把我的宋若熙抢走了 不是 你可不准和我抢宋天娇啊 要不然我和你分离 谁啊 一大早乱按门铃啊 还让人睡觉啊 不是 宋小姐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宋小姐 是那个王天圣 王天圣要找宋总谈合作 你们不是亲家吗 现在亲家有难 你们不能见此不救啊 是不是 宋小姐我们能进去谈吗 嗯进来吧 好一对姐妹花 哪怕是随便得到一个 甚至是短暂拥有 然后折束十年我都愿意 嗯 什么情况 我爸怎么在这里 难道 你们三个来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宋总 我们想要让你给我们投资一点小小的资金 顺便兼用一下您的妹妹宋天娇 投资的事情我理解 担心我妹妹干什么 宋总 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天上的企业不是全部遭到了商业组织吗 只有你们宋氏集团之后决定翻盘 还反而出名了马氏集团 这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最好宋小姐是金融专专业的 而且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想必这个高人就是想起了 谁又没想抢她 昨天的确是有高人出手帮了我们 如果不是她的话 我们宋氏集团估计已经破产了 但是那个高人并不是我妹妹 那那那位高人现在在哪里 还能请他再出手吗 那个高人啊 其实一直就在你身边 只不过你没有发现而已 大叔 出来吧 别躲了 王叔 你怎么在这里啊 嘿 早啊 你你你你等一等 我捋捋 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他难道 你们昨晚 啥 不愧是我说啊 我的偶像 两个好白白 都被你一个人拱了 藏天哪大地啊 我的女人就这样没了 给我闭嘴 再鬼哭狼 好的就滚出去 那个宋总 您没和我们开玩笑了 王叔就一个月薪三千的伙伴 是算哪门子的高人啊 你一定要和这个人搞好关系 我能感觉到他肯定不简单 到时候少不了你做家的好作 为什么我感觉 大叔和那位传奇那么像 不行 我要再试试 大叔 你看这些后辈不信你 要不你再露一手呗 行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装了 是时候让你们知道我的认识身份了 想当年啊 我 又开始了 大叔 到你带着前脚的时候了 这次出手的 是云飞集团 云飞集团 马小春的大伯 马云飞出手了 云飞集团比马氏集团枪太多了 完了 这下我们死定了 让给他 抛售所有的股票 什么 爸 全部抛售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咱们直接抛售的话 等于把公司拱主向让 赶紧抛 全部抛出去 胡闹 你根本就不装股票 说不定你昨天只是相互碰上死耗的 还帮了送食集团 再不抛就来不及了 只要翻盘就听我的 让你们抛就抛了 云了送我的 行 我抛 我抛 来来来 看吧 我早就说了 你根本就不懂股票 现在好了 咱们才刚把股票抛出去 股票叫上涨 宋总 你就避免相信我吧 他就是一个保安 根本就不懂股票 看来 是我想多了 他不可能是那位传奇 那位传奇 是不可能败的 你急什么 现在把刚刚股票抛出去的钱 全部买入青山基金 买那玩意干什么 谁不知道 青山基金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亏 你这完全就让我们把钱白送出去 只要你们买就跟着买 亏了送我的 你们急什么 行吧 既然宋总这么相信王叔 那咱们也跟着封一吧 来来来 来来来 神了 真的神了 怎么可能这基金居然真的涨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刚买青山基金 青山基金直接费上 我们的公司市值直接翻了一倍 王叔 不不不干爹 你简直就是我的亲爹呀 简直是太神了 让我一个快破产的公司 瞬间七死回生啊 爸 你早说你这么厉害啊 你有这本事 还去当什么保安啊 你早点出手 我恐怕早要是天长所复 王叔 还是不过王叔 不管是炒鬼还是撩妹 都那么厉害 简直是我被改魔 是吧 干爹 快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知道青山基金会爆涨的 这只股票亏了三年 结果你说涨就涨 简直神了 行了行了 都被捧杀了 即使呀 我也是听张青龙提前告诉我的 说今天青山基金会爆涨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要是我爸真有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就当保安 有时候啊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真的是运气好吗 如果今天是运气好 才让王天胜他们走过一趋 那昨天呢 走了走了 昨天晚上勒索了 回家睡觉去 大叔 今晚是宋氏集团成立三十周年庆典 到时候会在富贵集团酒店举办 我邀请你参加 唉 我老人家上年纪了 啊行 我喝天胜 一定准时赴约 爸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也就只是帮宋总解决了危机 然后他们姐妹俩高兴 就非拉着我去酒吧庆祝一下 结果没想到他们两个 不胜有力 当场就喝醉 完事之后 我就送他们回家了 啊 臭小子 你还不相信老子 老子只是把他们送回家 然后 哎呦 我 哎 多好姐妹花 咋就全部跟着我干爹跑了 谁说 你就不能学着点 哎快看 你叫主顿去找王叔了 怎么了 大叔 能不能帮我个忙 你要我干什么 我同学在楼上唱歌 其中有一个叫做陈文财的家伙老缠着我 同学们也跟着起哄 让我去露个面 你能不能 冒充一下我男朋友 帮帮我呀 也好让陈文财死心 这个 好不好嘛 大叔 人家求你了 哎 行行行 你别晃了 再晃 我这把老骨头就要散架了 我就知道大叔你最好了 天哪 我的女神哪 楼上就是KTV和客帕 我的女神肯定带着我干爹 去房间深入交流了 咱们今天 可是沾了陈总的光啊 不然的话 平时里哪有机会来这种地方 这里可是富贵酒店呢 那当然 谁让陈总年少有为 是暗夜女皇南宫雪 手下的四大助理之一 年薪五百万呢 这算什么 现在社会比拼的就是资源 哎 陈总现在接触的都是顶级大人物 迟早一飞冲天 哎 低调 低调 哎呦 叫叫 好久不见 你这人干什么 一上来就啰啰宝宝的 也不害臊 你个臭保安抖的屁 人家米国打招呼 都是先拥抱 可惜这里是大厦 你也是大厦人 怎么 难道你连大厦的基本礼仪都忘了吗 别在这装了 别以为今天穿身西装 就能掩盖你是保安身份的事实 这地方交费得起吗 不错 这里是你一个臭保安能来的地方吗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还不亏保安 重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王富贵 娇娇 你说这个保安是你的男朋友 他算个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做你的男朋友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男朋友啊 反正我家里有钱 开心就好 你们都是我的同学 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男朋友了 你们不是应该祝好我吗 既然是天娇的男朋友 那天娇喜欢就好 对对对 来都来了 快过来坐 别站着了 大家一起聊聊天 陈总 您平日里都怎么打发时间的呀 我的时间 全部排得满满的 哪里存在打发时间的事情 乡事里啊 我都跟着南宫小姐到处用着 没办法 南宫小姐太信任我了 出入必须有我跟着 虽然有点累 看那些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现在不及子 后更加高盘不起了 娇娇 改天我介绍几个大人物 给你认识 多认识一些大佬 没有坏处 谢谢啊 不用了 我有大叔就行了 真是不吃台语 陈少经过最大的人物是哪个啊 那当然是张青龙张总啊 对了 我们不但是合作伙伴 还是最好的兄弟 经常一起吃饭 喝酒 臭宝啊 没看到老子在讲话吗 你笑什么笑 你是靠起我吗 没事 我只是想起来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 平日里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大叔 您平日都干一些什么 也没什么 也就上个班 没事的时候喝点小酒 果然是社会底层的垃圾 混吃等死的东西 一个开门狗而已 还一把年纪了 除了混吃等死还能干嘛 就是啊 主要是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该尝试的都已经尝试过了 比如有事没事买个楼盘 投资个三五十亿 三五十亿 大叔 你本事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啊 你知道三五十个亿 到底是多少钱吗 你要真有三五十个亿 放在银行里面一天的利息 都抵得上你一辈子的工资了 还干屁的保安啊 话不能这样说 说不定人家大叔就是很有本事 现在老了 想要体验生活呢 小伙子果然还是你有眼力见啊 不愧是他们当中混得最好的 实不相瞒 这个富贵酒店就是我的产业之一 大家今晚随便走 全场 由你们王叔买单 大叔 你干什么啊 我只是让你撞我男朋友 没让你吹牛啊 你知道这一晚上消费得多少钱吗 好几十万 就你那三千的月薪 你拿什么买单 我这不是给你出面子吗 总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你啊 再说了 我也没吹牛啊 现在是张青龙在达里敷个酒店 我打个电话给他 让他处理一下就行了 老头 装XX了吧 你刚才没听见陈少说的吗 他跟张总啊 可是好兄弟呢 信不信 分分钟拆穿你啊 就是 扯宝 你说你认识张总 小子 我现在就打一个电话 问个张总 好啊 你给他打电话呀 陈总 打就打 现在就给张总打电话 借穿这个穷宝安 让他呀 把脸丢结 不错 就是一个开门的 别敢说认识张总 今天陈总就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关系 你倒是打电话呀 愣着干什么 难道忘记电话号码了 打就打 这是你逼我的 沈总 您不是打电话了吗 这 张总 平日没错 好人气都这么晚了 让我电话打过去 那不是影响人家休息 放心啊 这个时间 一定带你们 这是人事 菜 这王富贵 怎么说 是咱娇娇带的 咱不能当着娇娇的面 打他的脸 还是陈总想的周到 是我们啊 考虑不周了 其实你不打 那我拿给他 喂 小张 你在不在这个服务酒店啊 在 巧了 我也在 就在那个 正存江 你一个看门狗 我对张总说话 都是客客气气的 你居然在这 对张总大呼小叫起来了 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大哥 你稍等啊 我马上就过来 亲自接待 算了 我就是打电话 跟你说一下 今晚这资金的胆 算我多少就行 你这说的哪里话呢 木贵酒店 怎么可能收您的钱呢 你尽管玩 你文部经理免单就行 可惜了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听有个叫陈文财的 他说他跟你关系都错 陈文财 我不认识这个人 没听说过 不可能吧 他说他是你兄弟 你还特别欣赏他 大哥 你是不是遇见骗子了 那你学个美东杀 他们握手 看着陈文财 我真的听得没人 大哥 害过年了 骗子多 你要小心啊 行 我知道 早点休息 陈少 张星龙说他不认识你 咱俩认识的 不是同一个人 你一个臭碗 谁能证明 你刚刚是给张成龙打的电话 说不定 是你表的演员呢 张总已经吩咐过了 他说全场消费都是由他买的 大家可以尽情吃 尽情喝 什么 陈文财 听见没有 全场消费 由张总买的 声明刚刚跟大叔打电话的那个人 真少 真少 我这个是真的张青龙 难道你认识那个是假的 年底了 骗子多 你得小心 别上当受骗了 天教 你藏的可真够深的 你男朋友这么厉害 你不早说 是啊 天教 是啊 你男朋友到底什么身份啊 居然连张青龙张总都对他这么恭敬 天教 你可好不容易找了个男朋友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大叔好 大叔有安全感 总得体贴人 来来来 让咱们 敬天教 除他男朋友一杯 祝他们白色先老 干杯 干杯 不醉不归啊 不醉不归啊 来 为咱们设计的女神 干杯 今晚这天朝 又做了三个上线的男人 你们三个知不知道王富贵去哪了 楼 在楼上 他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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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天生你爸呢 楼 在楼上 楼上 楼上是客房 难道老王把房间开好了等我 看来今晚 要不咱们也上去看看 大叔我走不动了 你扶我回房间休息一下吧 我就不该大爷冒出女男朋友 这不当我回去铁门吗 大叔你就帮忙帮到铁 大叔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你是不是那位曾经的商业传奇 你如果不是的话 那为什么像张青龙那样的人 会对你毕恭毕敬吗 那不过是张青龙面在我人前 骗子 骗子 我才不是我才不是你帮宋氏集团解决危机的手法 跟那位传奇一模一样 而且 而且 而且我知道青山基金就是富贵财团名下的费用散户之一 真正能决定涨平的只有那位金融界传奇 所以 所以 你就是他 对不对 你 干什么呢 你干嘛 你就是他 大叔 我真实 你为什么就是愿意承认 你就是他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崇拜你 当初我就说了 我宋天骄的男人 只能是那位商业传奇 没想到 既然是你 我宋天骄的 年纪算什么 我不在乎这些 大叔多好 也会照顾人又有安全感 大叔 你去答应了吧 大叔 大叔 睡了吗 啊 大叔 大叔 我知道你在哪 开门呢 大叔 这事可千万不能让我姐知道 要是让我姐不知道的话 可就完了 你帮我衣服一下 这跑了怎么 搞半天 在这给我装醉 大叔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开门呢 哎 来了 哎 不是 宋总 你这是 大叔 我好像喝醉了 你不让我进去休息一下吗 你 你也喝醉了 怎么了 不恐 难道 你的房间 藏你人了吗 没有没有 宋总你慢点 哎 哎 大叔 你喜欢我吗 宋总 你在说什么 我说 嗯 我喜欢你 不是吧 姐 你不能跟我抢啊 不行 大叔是我的 绝对不能让姐姐接触新的 老王 快开门啊 我有急事要找你 我不跟你想你啊 我跟你妈 老王 我知道你在给我准备东西 所以呢 我去前台 拿了备用房卡 你用服一下 你用服一下 千万千万别让我妈妈知道我在这里 我 我 哎 别 天兄你 好巧啊 再见 老王 我是你的小白兔 老王 难道你不想你的小白兔吗 老王我告诉你 不管你接不接住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得到 要不然我死也不甘心 啊 鸡羽啊 冷静 强女的瓜 不甜 傻瓜 我当然知道强女的瓜不甜 但是 能吃可 我可跟你说 今天晚上 就算天花老子过了 也保不住 爸 你睡着没有啊 干爹 快开门啊 今晚呢 我们要和你素膝商谈 你教教我如何这道女神啊干爹啊 老王 你去应付一下 我先躲起来 记住 别让人家等太久 你吧 干爹 你们三个臭小子有完没完 喝醉了酒就去房间休息 哎 干爹啊 你是不是把宋家姐妹都给拿下了 兄弟啊 都是兄弟啊 拿下就拿下了 隔几个 绝对不嫉妒你 臭小你在胡说八道 我心比老宋 王叔 王叔 对了 刚刚那个屋子 屋子好像说扯您 王叔 您就说 您到底是喜欢屋子 还是喜欢 您喜欢宋家姐妹啊 今天早上拜访了师傅 看您穿成那个样子 说不定那天晚上 王叔还是 宝刀为老 好 你们两个小白眼的 居然敢破坏的心 老你个头啊老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误会了 我跟他们都是清白的 没有半点关系 哎 哎 那不是送我们的包吗 为什么在这个房间里 哎 这 这是宋天雕的发现 怎么也在这个房间里啊 哎 这不是屋子的那个雕吗 也在这里 难道 干什么干 他们不在这儿啊 吴阿姨啊 您怎么在这里啊 难道 你们三个 和我干爹 臭笑子 笑说什么呢 我带若曦还有天江 这次来呢 主要是为了感谢老王 毕竟呢 要是没有老王 我们宋氏集团破坏 早就破产了 对吧 华爷 你就别掩饰了 我之前在宋总的别墅里 看到我干爹 和宋总他们共处一室 而且我干爹 还穿着暖一点裤 宋总他们 还穿着睡衣睡裤呢 什么 不是 臭小子你喝醉了 你闭嘴少说话啊 不然会毁掉宋总他们的名声的 那天晚上 宋氏公司遭遇商业阻击 我出手帮他们解释微虚 两姐妹就带着我去酒吧 庆祝你 结果我和妹妹不胜酒力喝醉了 大叔担心我们在酒吧过夜不安全 嗯 就把我们送回了别墅 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加上大叔工作了一天还喝了酒 就在我们的沙发上休息一晚 嗯 嗯 是的是的 我们和大叔 什么事都没发生 当真 鲸鱼啊 你不相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你两个女儿 你看她们像是 那么没有原则的人吗 太好了 这么说 大叔和我的女神 还是清白的 我岂不是 还有机会追求我的女神了 太好了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我不会 你去那里去了 两天没来上班 还想不想干了 趕緊跟我过来 呃勇哥别生气啊 我马上过来 马上过来 抱歉啊 我们保安队长 让我立即过去 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哎走完了 看什么看 小姐 你们真的只是来 感谢我爸的 要不然呢 那你们为什么穿这么少 我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真别说 我阿姨他们穿这么少 难道这感谢 是想要以身相许 天气那么热 我们穿得凉快一点又怎么样 你是不相信我们 还是不相信你爸人 你这当儿子的 有你这么质疑你老子吗 还是你希望我们母女 都跟你爹有点伤 我 说吧 今天到底什么情况 你们为什么会在老王的房间里 难道你也对老王有什么非分之想 没有 不行 大叔就是我要找的金融界传奇任务 绝对不能让妈妈和姐姐知道 杰族先登 妈 我只是觉得 王富贵虽然帮过我们宋氏集团 他毕竟只是一个保安 前途有限嘛 再说了 王家和宋家比起来更差远了 我怕妈妈你被王富贵蒙骗了 就去劝王富贵 有点自知之明 对 我也不认可这么回事 妈 你还是趁早对王富贵死心吧 行了 你们两个闭嘴吧 我们大人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指手话去 就你们两个丫头骗子 根本不懂 我喜欢王富贵 二十多年 这一次 不会再放手 我一定要追到他 你们两个 有空帮我筹划一下 看看怎么帮我把老王 拯动 不行 绝对不能让老妈把大叔给拐跑了 妈 我再说一句 我反对 不能跟大叔在一起 就什么 你都一把年纪了 好好享受生活就是 你还搞什么黄昏恋啊 我可不想多个后父 你们两个小丫头骗子 气死我了 以前你们不是这样说的 天天催我找个伴侣陪伴 现在怎么都反对了 我不管 王富贵 我追定 妈把话给你们撂这 天王王子 反对都没用 妈懂真格了 看来我必须得尽快得到大叔的好感 绝对不能让姐姐和妈接触先动 勇哥 不好意思 我这两天真是有点要紧的事情干扰了 我给你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一天天的救你 或是罪 三天两头的请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是富贵财团的会长 上 肯定上 勇哥您消消气 大人有大量 别会一般进去 滚 谁抽你的垃圾 你的垃圾 垃嗓子 不就是个保安队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天凡这么欺负大叔 王富贵 今天上完班 明天你结了 为什么勇哥 你就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你这个很喜欢这份工作 为什么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我真不知道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你说我敢 你杀一副屁 是因为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能对谁了 我究竟没招惹什么业主 得罪的 怀了 这不是昨天 给张青龙张总 打电话的王富贵 怎么这么聪明 你来这干嘛 还嫌你昨晚不过丢脸 还嫌 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呀 就是一个没权没势的臭宝 不过是 扫天交 拿回了硬血 昨天张总对你那么客气 那是因为张总欠了这个人权 但是你帮了宋索 这个人权 就完了 我真以为 你是什么大主 没想到 你就是一个扯狠 别做大旗的肺 还敢羞辱 真是不真 真的 这个王富贵已经被我开除了 想怎么处罚 就怎么处罚 原来是你拿了我 没错 是我让他开成一 你昨天不是挺条张吗 接着给我装啊 谁在哪 跪下 抱歉 再把宋索索交约出 然后再乖乖的送到我床上 我就可以饶了你这条狗命 否则老子就做了你的双手 年轻人啊 追女孩子就要堂堂正正 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你不来 老子想干啥 还轮得着你还吊我吗 要是不答应 老子今天就废了 陈总 这王富贵真用这拳脚功夫打 有拳脚功夫又得呀 知道我今天带谁来 也敢看门狗 也敢跟我兄弟相女 老子今天让你知道知道 我为什么这样活 全是赵三当你该死的过关 不行 不能让他记不大书啊 哟 你确定你今天要让我知道 妈妈为什么这样活 你个臭看门狗 我刀哥都到了 居然还敢冒犯我刀哥 知道我刀哥的名字是藏了 那你给我说说 这名字 我刀哥 那可是杀人不压意 狂看三条街的层子 不想死 就赶紧跪下来给我恨仇道歉 否刀 刀哥把你大义八块 让你死 都不知道 我死了 刀哥 刀哥好 你和陈少 我经过弄少 我已经让我 绕过这里了 相同 我已经关掉了啊 李勇啊李勇 你真是个 网费我平时给你抽那么多好言 关键时刻 一而再的废死我 谁叫你得度的人 真是陈少呢 我劝你还是乖乖听陈少的话 免得手脚被打断 吹做乞丐 看门狗 还不赶紧道歉 所以送天椒 送到老子床上 会写道歉 你不配 而且我也不会让你犯害送天椒 所以今天倒霉的 别容易 刀哥 给我废话 我接你了 刀哥 你你打我干什么 想死 别再让老子压了你的狗眼 知道招惹的是谁吗 刀哥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不是杀人不大眼 狂砍三角街的存在吗 这老灯 他就是一个开门狗啊 去你打野了 瞎了你的狗眼 连我王哥都敢招惹 让你不张眼 老子让你确定知道话 为什么这样胡 刀哥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王哥失了惊人 你这手就能捏死我 你让我们砍他 不是让我们找死吗 给我打打 哎 那个 那个 那道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这这这王富贵 他就是他们 三千块钱 他那有什么实力啊 他们狗 他在看招惹我哥 老子弄死你 我哥 你们还愣着干嘛 上菜打他不够吗 给王哥道歉 我对不起 呃对不起 行了行了 赶紧滚吧 别堵着路 还要夜中进出 好嘞 呃 现在滚 现在就滚 快点了 先带走 快点 还得是大叔 居然非得两道通吃 真帅 嗯 大叔啊 你刚才好帅啊 呼呼 大叔啊 你刚才好帅啊 呼呼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经理下班啊 我肚子饿了 可不可以去你家 蹭顿饭啊 这个 我家里有点浅包啊 我不介意的 嗯 行吗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走吧 大哥 啊 说什么呢 他可是咱们天成 紧追纵若曦的 绝色美女啊 他怎么会对王富贵 投怀送抱呢 去他家 王富贵 真是斗了高神月啊 我说这王富贵 怎么三天两头的请假 原来是棒上白富美啊 这好好的一颗白菜 被什么猪给拱了 大叔 到了 下车吧 我家里真的很简陋啊 要不咱们还是去外面吃吧 我请客 不要嘛 外面的饭菜 哪里有大叔 你亲手做的好吃 家里简陋才好呢 到时候看到你家里的简陋 姐姐的闺蜜团 肯定会劝姐姐离开你 贵家 宿来 带我捡 金姐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咱都这么久没见了 正好今天莉莉也在 我们一起吃个饭聚集怎么样 公司今天事情有点多 哎呀 若曦 你出来吧 我们就吃个饭而已 要不了多久的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 你难道不想我们吗 再说了 工作这东西 永远都做不完 对不对 你就出来吧 我向你保证 今晚 绝对有个大惊喜 行 你把定位发给我 我过去找你们 哎 家里确实有点简陋 还有点乱 乱点好啊 别介意啊 待会儿 我姐姐看见后 肯定对你的形象大打折扣 说不定就放弃你了 我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了 乱点好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家里乱点 坐起来舒服 你们又带我去哪里啊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要去见的人 你也认识 走 到了到了到了 就这儿 既然这小区条件太差了吧 连电梯都没有 这还是人住的地方吗 这什么地方啊 吃房菜 你进去就知道了 这有惊喜 怎么了 别当 你们在干什么 好啊 你就是王富贵是吧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居然敢对若曦的亲妹妹下手 若曦 收藏王富贵要追求 你现在看看 她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千万别被她骗了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天娇只是帮我拿掉脸上的菜叶子 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还想搅拈 就是了 你什么身份 竟敢勾引我们家天娇 宋总 你走在这里了 我跟天娇真为什么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行了 我相信王富贵不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在这里 我肚子饿了 大叔就邀请我来他家吃饭 我就跟柳静说 大叔厨艺很不错的 让你们一起来尝尝 来来来 正好 到饭点了 你们来得正好 不如大家一起坐下 一块吃个饭吧 你这饭菜是给人吃的吗 不点寒酸 看着就不干净 少人觉得恶心 若曦 我还以为是哪个霸总 俘获了你的芳心呢 结果 就这 大叔好心情我们吃饭 你们两个怎么能这样 哎呦喂 我的好闺蜜 这 我跟莉莉 我们俩可就是为你着想 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被她给骗了 哎 臭宝安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谜 再等纠缠闺蜜 就不客气 大叔 你别怕别怕 就算他们都嫌弃你 我也不会嫌弃你 不会抛击你的 大叔 你别误会 我也绝对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你别听荆棘和莉莉他们胡说 哎呦若曦啊 我真的是为你好 你怎么就这么死心咬不开窍呢 就是啊 若曦 我们这也是怕你被骗 我们越南无数 唯独你 连恋爱都没谈过的 太容易被骗了 而且 她还是个没前途的凑保安 还家徒四弟 根本就配不上 你们要是真为我好 就不要再说话了行吗 咱们这饭是吃还是 吃 来都来了 那我们就来尝尝 底层人物做的饭菜 来 这是82年的拉菲 今天中午咱们喝点好的 大叔 我的这两个闺蜜心直口快 但人都是好人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家里没有开红酒的开瓶器 你们帮我一下啊 要不然我喝这个 谁要喝你这假酒 我这可是82年的拉菲 价值五十万 你喝过这么好的酒 知道五十万有几个铃吗 你不喝我这好酒 去喝你那十块钱一瓶的假酒 真是心地住啊 莉莉 你少说了就行吗 别再这样 我可要生气了 若曦啊 我跟莉莉 不是故意羞辱她 我们可都是为她好 这种假酒喝出毛病了怎么办 我这不是十块钱一瓶的工业酒精 不是十块钱 就是一百块 有什么区别吗 臭板 我提醒你去 少喝这种低价的劣质白酒 到时候分分钟酒精中毒嘎掉了 到时候你可哭都来不及啊 大叔好心把她珍藏的酒拿出来给我们分享 又没有恶意 你们两个这样说 不免也太过分了吧 大叔啊 没事 你要是喜欢喝白酒的话 以后我给你吧 我也不嫌弃你 只要你拿出来的酒我都喝 大叔 你给我盗你这个茅巢 哪怕是假酒 我也喝 我也喝 你们两个还真是好赖不分啊 这假酒喝出毛病了怎么办 我这个茅台啊 它不是假的 也真不比那个红盖的拉菲成 黄富贵 你瞧瞧你这个假 就差把熊字写在脸上了 还在这吹牛呢 正丽 你能别说了吗 大叔不会拿假酒欺骗我们的 说不定 这瓶白酒是真的 哎呦 我的好姐妹 你可以傻 但是你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正常来说 茅台上的标签颜色应该是红色的 你再看王富贵手上那瓶标签颜色 这一看就是假冒茅台的山寨去 十几二十块钱的罐装完了 正是把咱们喝出问题了 怎么办 他真没有问题 我自己都喝了好多年了 一点事 反而啊 睡得香 那是因为你喝假酒喝习惯了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一个个的身交愉惠 那喝一口假酒可是要出人命的 大叔真正的身份可是那里传奇 怎么可能喝点茅台 这绝对是重要 这酒你们要是不喝的话 估计以后再也喝不到 我怎么就这么烦你这种没钱又爱瞎装 你这假军看着就黑了 哎别 柳京 你怎么把那酒收摔就摔了呢 就是啊 他再不值钱你也不能摔碎他呀 你这样做会伤了大叔的心啊 大叔 柳京也不是有意的 他只是不小心手滑 你放心 我给你买一箱非天茅台补偿 哎哎不用不用 这酒啊 我也已经喝腻了 碎了就碎了 只不过就是你们失去了一次口服 口服 少喝了一口假酒吧 你这是暴天天物 怎么啊 天娇 你不会也要相信这个打肿脸愁胖子的穷保安吧 你知不知道 跟那里摔碎的酒价值多少 那不就是一瓶恰茂的茅台吗 而且盗版了一点水瓶都没有 你看 连标签的颜色都错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市面上呀 根本就没有这种茅台卖 可见呀 连榆木混珠的价值都没有 最多 也就值个几十块钱吧 是 市面上是没有 因为这酒是汉地茅台 什么 汉地茅台 我想起来了 汉地茅台一共只有六瓶 在十年前 费一位神秘人 以六千万的价格全部拍下 现在十年过去 三瓶的价格 已经有人出价到一个月 什么 一个月 这怎么可能啊 你看一模一样 大叔 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 怎么还出来干保安啊 我真的是不小心打碎 你的汉地茅台呢 没事 你们是宋小姐的公司 也就是我的好不好 不过一瓶酒而已 没事 谢谢大叔 太感谢你了 大叔 这可是汉地茅台 可以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贵劲 都这么好了 怎么还出来那么晚啊 我这个酒啊 给别人送的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多少钱 什么 别人送的 何这不是你才卖回来的 那你岂不是也没有什么牛肉的 还不是土包子 吓我一片 我就说 你怎么可能 从所拿出来的一瓶白酒 就是价值上义的珍藏白酒 原来只是沾光 那剩下这一瓶 你就收起来吧 改天拿出去卖了 今天就先和我爸 你那拉费吧 不用 就一瓶酒而已 既然拿出来了 那要收回去的道理 我说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毕竟 一个亿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一个亿 足够改变你的命运了 没关系大叔 你要是不喜欢喝红酒的话 我去给你买白酒 你的这一瓶茅台呢 就先留着 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 再交杯酒 好好 你亲妹妹当着我的面好强 我的两个最好的闺蜜还反向不 你又那老年人开玩笑了 随便喝点 别蒸 你们先等着 我去拿杯子 你们三个 今天是铁了心的 要拆散我和大叔是吧 姐 我这也是在为你考虑啊 大叔虽然是帮我们拿下了白衣 按照约定 咱们的确应该联姻 但是你看 大叔他 年龄大 又穷 还是个臭保安 你可是我们宋氏集团的总裁 你嫁给大叔 多丢我们宋家的脸啊 是不是 宋家一诺千金 大叔是穷还是富裕 我都有 那那那那 宋家是你 但是吧 只说他嫁女儿 也没说嫁的一定是你啊 是不是 所以 你就让我这个不成亲的妹妹 替你嫁了吧 这样 既维护了宋家颜念 你遵守了宋家承诺 就是啊 卓心 你看看人家天娇 多心疼你了 多体贴你了 那是当然了 从小 姐姐就一直让着我 现在长大了 来 姐姐 分担分担了 卓心 你看看 人家天娇为了报答你 虽然愿意伪宣给这样一个大师 能有这样一个好妹妹 你就出着乐吧 宋天娇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是我先遇到大师 你休想从我这里把他抢走 可是姐 你跟大叔不合适 要要不 你让一让妹妹吗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抢不抢让不让的 就不能两姐妹一起享用 两姐妹一起享用 你想的倒挺美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只是跟天娇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 对对对 我们只不过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不好意思 家里没有杯子了 我平时喝酒也弄得碗 真是个土包子 连高脚杯都没有 这几个碗就和路边的狗碗一样 都不得到用了多少年了 用这个完成八二年的拉菲 真的是报铁天物 刘静 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挑刺的 你再折 我可这样反呀 我车里还有一瓶喝剩下的拉菲 等一下我去拿来给你 算是伤给你的了 不用了 你的这个红酒我喝不惯 你可闭嘴吧 你知不知道这八二年的拉菲 到底有多金贵 随便喝上一口都抵得上你一个月公司了 狮死了 你就别在这里布置好歹 等一下 怎么了 宋哥 是这个碗没洗干净吗 不可能啊 我刚从消毒柜拿来 要不去换 别动 怎么了若琪 你是不是也觉得 用这个碗抽红酒不合适 根本就没法醒酒 严重影响口感 黄富贵只配喝点年价的夜制白酒 没有接触过高档东西 虽然也不会平衛我这八二年的拉菲 不过没事 我车上刚好有醒酒器 你下去拿 这些报完也不知道用了多久 看着都觉得武器扔了算 哎住手 这可是大明时期御用的新花瓷 啊 这可是价值连成的古董啊 这确实是新花瓷 据说流传下来的一共只有四个 现在每一个价值至少在两个月以上 什么 两个月 我去要不要这么夸张的 不是说好的这个大叔是个穷鬼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一瓶酒就价值一个亿 现在一个碗更是价值两个亿 还好我刚才没把它扔了 要不然把我卖了都赔不起 大叔 你真的是一个宝安吗 这些价值连成的宝贝 真的是一个宝安能随手拿得出来的吗 哎 你们都看到了 我真的就是一个宝安而已 这些碗啊 也是别人送给我 看值多少钱 我还争取了 反正东西生产出来 不就是让人用呢 一块钱的碗和两个亿的碗都一样 我的好闺蜜 你这次真的是遇到宝了 这大叔绝对是个宝藏啊 就是 一的酒 两亿的碗 虽然不是他自己买的 但是能让别人赠送 那也是一大本事 不然怎么不送给你我呢 怎么 你们之前 不都还觉得大叔配不上我吗 哎呀 那不是我看作眼了吗 这谁能想到这大叔深藏不漏啊 随手拿出的东西 都是价值连成的古董宝贝 木心 我看断 大叔 绝对是一个隐藏的大郎 出来干保安 绝对是为了体验生物 隐藏身份的 你可一定要抓紧呀 柳静什么意思 我让他来拆散大叔和起 现在居然烦水来了 太可恶了 不行 也必须得想想办法 咱不说这些了 吃饭吃饭 快点吃饭吧 再不是太凉了 快等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 在时用来当作不用的 大叔 我可以看看这幅画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 你们这都什么表情啊 难道 这幅画也是文物 这是唐伯虎的油调图 暂时 至少十个亿 居然只是用来垫桌子 什么 十个亿 这怎么可能 你肯定搞错了吧 若西说的没错 确实是油调图 我家是专门表胡子画的世家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过真假 我带任务直接看看 是吗 这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 送给我的车人礼物 我还以为是他在街头地摊上 随手买的 大叔 你这满屋子都是宝贝 你到底是有多好啊 等会儿 这桌子 这桌子竟然用的 也是最上等的金丝楠木 没有没有 就是个普通的桌子 不是 我富贵 你知道这桌子有多昂贵吗 这一整套的价值 至少在十个亿以上 我的天哪 这难道就是 真正有钱人的世界吗 如此的不实无华 必定要奢华有内涵 我现在越看大叔越帅 越看越顺眼 静静 怎么样 我的眼光不错吧 你们现在还觉得大叔配不上我吗 这一下完了 本来是想让柳金和张力搞破坏 让自己嫌弃大叔的 现在倒好 他更喜欢大叔 姐姐 你跟大叔啊 不合适 你再考虑考虑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大叔会照顾人心疼人 这样的好男人 就是提着灯了都找不到 而且大叔也有资本 实打实地隐藏大富豪 我跟他在一起 也不会有人嘲笑宋子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不是说为我好吗 现在没了后顾之忧 你没理由和我抢吧 我现在就跟大叔表白 哎 大叔 对不起啊 之前说我有点不识泰山 冒犯你 没事 大叔 我今年二十四 红华大闺女 清白世家 上个厅堂下的厨房 还懂情趣 你什么意思 大叔 我想嫁给你 给你生后子 啊 还真是逢火 逢告逢闺蜜 静静 不带你这么截胡的 对啊 柳静 我今天叫你来 是让你打压大叔 点击大叔的 你倒好 跟我们强起来了 我们都是好姐妹呀 那我是我们四个姐妹当中最穷的 哎呀 你们都让让我嘛 好不好 啊 柳小姐 你年轻 漂亮 又有钱 我配不上 啊 而且我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哎 不对啊 大叔 你那天给彩礼的时候 还不是希望我姐早点见入王家吗 我那是给我 等一下 这幅画是假的 我刚把油调图拍照发给我爹 我爹说 真记在他一个米国朋友杰卡斯手里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所以 这幅画是艳朵 一文不值 好啊 你个王富贵 竟然拿一幅假画出来骗我们 差点就上了你不当了 大叔不是那样的人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若熙你还看不透吗 王富贵弄了那么多艳朵 就是为了装有钱人 骗财不骗色 大叔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 大叔连十五亿的彩礼都拿得出来 怎么可能弄点艳朵 来假装有钱人呢 你们姐妹俩可真是恋爱呢 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还不相信 难不成我爹在撒谎吗 就是啊 那张伯复 他可是古玩大咖 而且他也不认识王富贵 怎么可能污蔑他 啊 王富贵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给我老实交代 这幅画的笔记 再不说实话 我就让张伯复过来揭穿你 这一幅画真假 我还真不认识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他就是那个叫 杰克斯的 黄富贵 你扯黄扯得可越来越大了 还杰克斯送给你的 你知道杰克斯是谁吗 米国石油大亨 千亿世家 我爹能跟他成为朋友 那是因为有张青龙张子签线 帮杰克斯拍下这副油调图 才能获得有 你算什么东西 还杰克斯给你送话 张青龙来电话 不好意思 美杜莎开团亲自动手 第一步就是要对天盛集团 展开商业的指令 要不要 美杜莎出手 绝对不可能 仅仅只针对天盛集团 他这是要洗牌 整个天成的企业 打压整个天成的股市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联系南宫雪和杰克 让他们在十分钟内 准备好万一 若曦 你就听我一句劝 你还是别和这个保安联系了 笑不然 你迟早会遭殃 就是 一会杰克斯送油调图 一会让张青龙筹备一万亿 像他这种爱慕虚荣的男人 会把你和宋家的脸都丢光的 不是 刚才就是张青龙给我打的电话 大叔 我能理解你现在想要找回面子的心情 但你和张青龙的那点关系 早都用过了 我从来都不在乎你的年龄 也不在乎你有钱没钱 但我不能接受你的虚弱 宋总 我真没有打肿脸充胖 但是我现在没时间给你证明 我劝你最好让宋叔股票修饰 美都沙财团要血洗天城企业了 不可能 我们和美都沙财团无冤无仇 他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天城企业 因为美都沙想把我逼 把你逼出来 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个隐藏大佬呢 要不要一点脸啊 什么事 宋总 我和许强的那张音音 全部都到了美都沙财团的山业的鸡 我们想找你去十个亿补葬 真的 王夙财说的都是真的 天生 美都沙亲自出手 别说是十个亿 就算是把整个宋氏集团的资金都给你 你也保不住 那怎么办 天城集团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难道我就眼睁睁了 我已经让张青龙准备万亿资金 你先过来 按我的指示来操作 只有这样 才能保得住天生集团 装 接着装 装得还挺像 都学会找你儿子过来 专门给你捧了 你们父子俩可真是一羞自贺呀 若西 你现在看清这个王富贵的真面目了吧 为了骗人不择手段 简直一点下线都没有 大叔 你真的让你儿子来给你演戏 那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碰碰 连你都不小心了 大叔 我不在乎你有钱没钱 但我真的不想让你这样自欺欺人 大叔 他们不相信你 我信你 我只能和你在一起 谢谢天娇 等着此危机过来 我就安排你去做南宫雪助理 让你也成为商业顶目 大叔 脚踏实地一点不行吗 算了 不说了 吃饭吧 怎么样了 欢迎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你和南宫雪星过来吧 走 张来你干什么呀 王沪贵 你能不能别装了 你装的不贤力 我看的都嫌累 你凭什么这么说大叔 难道就因为大叔是保安 你们就可以如此不相信大叔 如此瞧不起大叔吗 你们知不知道 大叔的这事圣范 到底是谁吗 天娇 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个开门的吗 能有什么神器 既要不是看在若曦的面 我不信 行了 這頓飯不是也罷 我的 我公司還有事 走了 什麼事 我們公司遭到商業租金 被暴跌發生了很傻了 什麼 股票暴跌 什麼 若喜出大事了 每度上的五公司進行了商店租金 快去找你我們說 你到底是誰 難道你剛剛說的都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天成了危機了 不過這也是一場經驗 如果跟我吐頭進退 一定能打 莉莉 你別被王富貴給騙了 這說不定就是一個巧合而已 王富貴恰好夢盾 那你知不知道 當初宋氏集團被商業阻擊都快破產了 就是他說出手力挽狂瀾帶著翻盤的 還有王天聖和許強他們的公司 也是大叔出手 讓他們公司度過危機還大賺一筆 這難道也是運氣嗎 若喜 這都是真的嗎 是的 現在這種絕境 估計 只有大叔才可能力挽狂瀾 難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王富貴給張乾隆打電話 讓酬雞萬億自盡 還有那些古董 不是真的 大叔 我給你道歉 對不起 之前是我狗眼看人滴 您打人有大量 別和我一般計較 您一定要幫我救救我的公司 只要能幫我公司度過難關 我願意嫁給你 啊 一邊去 大叔 只能是我一個人 大叔能好領男公雪和張青龍 難道 他難道就是那位金融界傳奇 他難道就是那位金融界傳奇 乾爹 救命啊 乾爹 你一定要救我呀 只要你救了我的公司 就是救了我 以後你再給我親爹 叔 這次的商業組別來勢秀秀 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只能來抓你的 現在整個天成的企業都岌岌可危 皇叔 你快出手吧 像上次一樣 立馬狂瀾 在那邊 木花流水 原來大叔不是吹牛 是真的厲害 那是大叔可是一代傳奇 你們有眼不識真龍 我宋天霄 比大叔可是一驚二楚 你就別哄我罷了 不是希望也大失望也大 媽 你現在有什麼法子 給你拿出來吧 不急 讓子彈的飛一會 都這個時候了 才讓子彈飛一會 我們這次面對的 可不是買好私 而是美豆沙才逗 你再等下去 我被骨骰就被車牙刷了 吃鑰匙 算了 我們還是早點拋掉所有股票 其實只鑰 給皇上 這不是還有我 你好歹也是一個 市值上義的總裁 怎麼能遇到一件事 一個慌亂的 先生集團可是我的命根子 我能不及嗎 再說 看那這樓子 還不是女郎的 哎 王天上 你怎麼能這麼跟大叔說話 他可是你親戚啊 而且難道你忘了 當初要不是他 他就此的話 天上集團倒秀倒閉了 根本不可能是值班 就是因為上次商業主機 他反覆太猛了 讓銀飛集團死之慘重 這才讓馬小春他們 你吃了美豆沙 要不然我們多少 有點翻身的機會 哪個現在 連生炸的機會都沒有了 王天上 你不怪敵人兇狠 反倒怪乾爹反擊太狠 這樣可有點沒良心了 就是天上 你少說兩句 叔 天上現在有點超級了 唱他的戲 他就是亂了方法 我不怪 不過商業素質 確實結局 你什麼意思 但凡你在商業上面 多花一點心思 你就會明白 美豆沙才真的手不斷 那就是無往不勝的閃電 要么不動手 要么就是雷星萬軍 一見封喉 根本不會給對方 任何反覆機會 不是 這才是美豆沙的風格 一旦出手 絕對不會給別人 留任何的活路 什麼 那我們起不是完了嗎 乾爹 你想想辦法想想辦法 只要能救我的公司 我 以後啊 你就是我親爹 你也是我們親爸爸 他知道這些有什麼辦法 他有個保安能改變什麼 我們這次把骨骼拋了 就有點事宜了 天上 你好歹也是我兒子 能不能學著淡你 遇到事情不要急 公司又不是你的 你當然不急了 你現在 完全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你非常淡定 你能解決問題嗎 你知道我為這個公司 你能做多少情緒 熬了多少業 受了多少的委屈 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過嗎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只知道去當一個保安混日子 我一個人白手擠一下 你這公司拉扯起來 你有給過我 任何的幫助嗎 你有嗎 天上 你冷靜一點 你說話呀 現在我願意追了 你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保安 沒錢沒事的 只知道混吃都死 有什麼資格對我支持點點的 這是南宮雪和張青龍 他們居然都來了 什麼情況 難道富貴財團和南宮雪要出手了嗎 他們難道是來找 進去會長 會長 會長 啊自己人頭蓋個 是張總 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的父親王富貴 是我們富貴財團會 富貴財團就是根據他的名字 所命名 還有天聖公司的第一筆封筒 和這些年遭受的危機 也是你爸托手幫你 不然你的公司 早早逃避 哎 我猜對了我猜對了 果然 大叔果然是那位學習 華爾街百大財團的商業傳奇 大叔是富貴財團的會長 那他以前說的都是真的了 天啊 我還說他有個虚弱 真是丟死人了 天上 看到了嗎 我們說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保安 他不是王德菲 不是廢人 他是一代傳奇啊 會長 按照您的吩咐 萬一资金已經籌備好了 爸 你居然是富貴財團的會長 孩子你說的對 之前是我厭倦了商場 所以選擇歸隱 並且覺得應該少殺上你的事 讓你自己成長起來 但是現在看來是爸爸錯了 爸爸沒有盡到一個父親的基本責任 爸 你沒有錯 是我剛剛 太衝動 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說了 今天 我就把這些年來會欠你的 都給你補上 也讓你見識一下 大成 小張 發動整個富貴財團的資金 下場就是 拉上天成所有企業的 是富貴財團下場 他們 他終於出手了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 我們還要不要繼續壓制他們 不用 我真正要的 不是天成的這些企業 我要的是富貴財團 收回所有資金 被富貴財團股市展開收割 速戰速決 不要給富貴財團任何喘息的機會 是 老師 這一招生動機息 可是你教我的 希望你能扛得住 太好了 我們弄票真的回來了 為什麼 美東沙財團正在吞噬富貴財團 富貴財團已經扛不住了 爸 你不是為了掌救我們天上的血 提升了整個富貴財團吧 大叔 你 乾爹 我許強雖然不算好人 但是我說話算話 這次是你讓我公司活過來的 以後你就是我的新爹了 就算是富貴財團沒了 我許強 養你一輩子 大叔 我嫁給你 我也養你 行了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馬 這場商站才剛剛我 可以做法 去了 富貴財團也不過如此 這麼說 就被我們完全罷了 其實就是給他一記 隊長 不好了 我們上當了 富貴財團現在只是一個空格 裡面資產踢切磚走了 什麼 糟了 糟了 有一萬資金流入市場 他們帶著散布 做破了我們整個美杜莎財團 現在 南宮財團守握我們財團99%的股幣 我們被返向控制了 而我們手裡的富貴財團 一文不值 美杜莎小姐 沒想到我用了生動機器 倒是用了福底抽薪 這麼多年 我還是鬥不過老實 終究還是其差一招 不愧是曾經的一代傳奇 不愧是一代金融跳舞 也不愧是我想要征服的大人 美杜莎小姐 那我們的資金 糟了 我們都輸了 輸得一拜託 我終究不是王富貴的對手 不是老師的對手 王富貴 那個寶啊 美杜莎小姐 我們的資金 怨敵不守 大伯 我的劍 大伯 我們過去才有翻牌的計畫 會長成功了 太好了 還得是會長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知道當時會長 血洗華爾街百大財團 為什麼偏偏放走了美杜莎財團 其實會長從一開始就在謀劃 第一次血洗華爾街百大財團 只不過是穩定了咱們大夏武士 但是大夏和米國在商業上面的鬥爭 一直都沒有 我明白了 所以當年 大叔是故意留下了美杜莎財團 而美杜莎對大叔偏執 所以 美杜莎財團 一直以要擊敗大叔為目標 這就逼得美杜莎財團 去統治華爾街百大財團 這樣的話 也就等於統治了整個米國的精明了 到時 大叔只要擊敗美杜莎 就等於擊敗整個米國精明 等美杜莎是大叔教出來的 大叔擊敗他 輕而易取 大叔 大叔所謂的隱退 不過是以退為進 隱退其實也是有點累 想要好好陪伴天生長大 總之不管怎麼樣 大叔藏鋒二婶 總算是得償所願 如今美杜莎財團 只得到了一個空壳公司 而米國至少有8000億的資金 全部流入了大廈 恭喜會長 恭喜會長 哎呦干爹 你不但厲害 還心懷加骨 你現在不大是我的干爹 更是我許常最崇拜的偶像 哎哎哎 天生 真羡慕你 有個好爹 啊 對不起 剛才心急了 沒事的孩子 都過去了 美杜莎 你終於捨得來電話了 你贏了 謀化這麼多年 我等的就是這一刻 有事兒說事兒 我說了 但是能不能讓我見你一遍 我知道我會說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了 這是你的一個局 我心甘情願 現在只希望見你一遍 一個小時後去 老師 好久不見 行了 有話就說吧 想當初 你是我們米國的英語 也是全球金融的傳奇 是全球金融的無免之王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立志 有朝一日 一定要和你這樣一叫高 擊敗你 那我只能告訴你 你選錯了對手 是啊 我是選錯了對手 甚至從一開始我就知道 我不可能贏你 也沒打算你 所以 你到底想要做 我美杜莎 橫掃百搭財團的時候 我就立下過誓言 誰要是能在股市上贏了我 我就嫁給這個男人 而你 半倒了 你贏了我 所以 必須要娶我 哎呀這些 我跟哪根金融隊 我就一個老男人 有必要讓你們這些大美女 上個感覺往上憋吧 這些年 我一個人讀來讀網習慣了 如果你只是為了這個事情的話 那 就沒有必要聊下去了 告訴你 老東西 誰讓你走了 你走了 馬小春 你什麼意思 老東西 沒想到 你居然還是堂堂富貴財團的會者 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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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的 他們三個 都會受傷了 好 你就說 你要幹什麼 你還看不明白嗎 我馬是集團唯一了 大夫人非集團 也被你搞垮了 今天我 就是個魚絲往過的 老王 是我們連累的 都是我的孫 是我帶著媽媽和姐姐出門找你 才被馬小春綁架的 不管你們的事 是馬小春輸不起 才幹出這種 是 大叔 你不要管我們 你快走 馬小春 他要殺你 沒有資格跟我叫囂 現在我才是這裡的主宰者 你是主宰者 是美杜莎沒你的 是美杜莎沒你的吧 你可真夠卑鄙的 這不是我安排的 雖然我喜歡你 但我絕對不會用這麼下三落的手 什麼 你也喜歡他 老王 到底怎麼 你怎麼還跟美杜莎有意思 唉 這個一言難解 馬小春你到底什麼意思 還不快逛了他們 要贏王戶櫃可以 但不能用這種卑劣術 我現在命令你 馬上放了宋若曦他們 我可以 想要我放人 我夢 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也喜歡王戶櫃 還是你就根本沒想贏他 是你 讓我和我大王親家當產的 那要如何 是你們自己要跟著我一起 老子不好過 我也沒想好過 你最喜歡王戶櫃 你最精準 就要王戶櫃死 什麼意思 據我所說 宋若曦跟你王戶櫃關係最好 也是最關心你 你總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宋若曦死在你的面前吧 馬小春你給我冷靜點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到底想怎麼樣 很久了 這是你王戶櫃 睡死 王戶櫃 親家當產 一無所有 今天我命來賠償 不要 你死 這些殺了動機 天交很多金魚 正現在已經親家當產 我什麼都不怕 你就是 犯罪 不算 一無所有的 你覺得我會怕犯罪嗎 你死不死 不要 不要 大叔 不要 我不會你知道嗎 傻默默唧唧的 我來幫你 不要 別 給老子殺 我的拳腳功夫也是你曾經教我的 現在你有危險 我幫你一把 也是應該的 這三個女的都不錯 你寧願用自己的命換他們的名 我不管 我也要在你心裡有位置 老王 再說